看到這張照片是基隆市民 他們發現這疑似是市府擔心颱風吹來之後 會把重金砸下的人工草皮給吹壞 這也因此市府是在禮拜一的時候 派人用沙包壓住了這個假草皮 但是除此之外 沒有看到任何的防臺動作 因此有部分的市民覺得很傻眼 全台針對建物住所防臺 但基隆很特別建置在地上的人工草皮 也被壓上了大量沙包 讓路過民眾很驚訝 今天基隆市停班停課 很多人在前一天就投入防臺整備 謝國良的防臺措施被吐槽了 市內不少重金鋪設人工草皮的地方 一號出現用沙包壓住 疑似防範強風將假草皮吹走 議員張之豪直擊觀察 一起來聽 就現在為了要保護人工草皮 基隆市政府 謝國良市長竟然就在這邊堆著沙包 不是在保護我們一般人民眾的財產安全 也不是要防水 純粹就是為了要讓這些塑膠草皮 不要被吹得飛起來 因為上一次那個區域的那個草皮 有被掀起來 所以這是文化局他們昨天 我也是昨天回到家才看到文化局的 那就是把這些草皮 把它固定住 因為它上一次就是那個地點的草皮 有被掀得亂七八糟的 大概是有這樣的 我後來了解大概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民進黨議員鄭文廷也發文說 觀察下來市府特地派人用了將近 一百個沙包紮紮實實地在假草皮周邊壓好壓滿 避免自己珍貴的假草皮 變成山陀離開台灣的伴手禮暗酸 網路熱烈討論 很多人說防災邏輯確實易於常人 基隆的人命比草皮還不值嗎 還有人說市長好怕草皮飛天 沙包壓草皮恐怕又是全國首創